各位观众你好 我是李曙芳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全方位 在这里先祝所有投资朋友 周末假期愉快 台北股市在今天的盘中 成绩大跌了200多点 真的是吓死宝宝了 很多的投资朋友都非常的害怕 但中场它只有下跌的83点 收在16341点的一个位置 但不是只有台湾股市是如此 呈现了一个拉尾盘 我们来看这个电脑上面 不管是在大陆的股市 南韩的股市 香港的股市 它其实都呈现了拉尾盘 那在最近里面 整个台北股市 它都有很多的消息 在去做一些的冲刺 就像我在昨天 整个一个很多的投资朋友 都在问我 我也接到很多的电话 说有台 某财经台里面来讲 某分析师里面 他说了 整个一个华欣科的财报 它是不如预期的 那我就翻了一下白眼 到底是怎么说的 害我今天睡眠不足 我又重新把整个 他们有台的财经节目 看了一下 我等一下里面 会从整个财经节目里面 一些很重要的讯息 上面来告诉大家 譬如说 美国整个十年期的 长期的公债的殖利率 它不断的攀高 所谓的公债的殖利率 不断的攀高 它就代表 它的价格就在市价上面 很多人卖 因为它的票面利率上面 它是固定的 当你的一个债券 被人家在市场卖 你的价格下跌的 票面利率不变 市价上面去降低 卖就是会往下掉 你的殖利率就会升高 那整个一个这个时间点 然后大家说 整个一个美国 可能要去做升息的 是这样吗 或是财报上面 到底该如何的看 这都是我们在今天的重点 其实我们在昨天节目里面 就跟投资朋友讲得很清楚 我说台肥股市 五日均线的正观点 它是非常非常的大 如果你在这边来讲的话 你要买股票 你就必须接受 忍受它的一个震荡 有没有说过这句话 第二件事情我也跟大家讲 台北股市 它会快速性的轮动 它会快速性的轮动 那你就尽量采取到 低阶的一个策略 尤其五日均线 正观点也很大 也比较适合去做一些的低阶 所以在这时间点里面来讲的话 整个一个台北股市 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时间点 它并没有任何的改变 那外资本来对台北股市 就不是真心诚意实质的做多 它是来自于被动 那在今天里面很多人都讲 是不是台积电的基本面出现了什么的问题 然后就说拜登的一个总统 他强调整个晶片要在美制造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 早就好久以前就跟大家讲 这是拜登的一个政策 他们说那他的一个金元代工的部分 就不会下给台湾 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我只能再翻一个白眼 不就是这样 他们才邀请台积电去美国设厂吗 那台积电去美国设厂 那是不是美国在地制造呢 难道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的话 他都只能够下单给英特尔 英特尔可以承受那些的订单 英特尔可以做到三代米吗 所以投资朋友 你在面对一些的分析的过程之中 你要想清楚 这中间的环节 跟之前之后的消息面的一些的变化 那第二个 美国的债券的殖利率 它之所以升高 就是美国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 往下 它的市价往下走 大家一直卖 那为什么卖 它当然是预期十年之中 整个利率会因为景气上面 因为疫苗出来 连佛契都承认五月到七月 美国大概疫苗就可以普遍性的施打 那你的一个新冠状病毒 你的情况好转 我一直跟他讲好转 那景气上面上来 那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本来来讲的话 不可能永远零利率吧 那问题在于废的它是怎么说的 废的它有说短期一两年内会不会升息 不会嘛 那你在从昨天的经济数字上面 美国的公布 就业人口有符合预期吗 新屋开工率有符合预期吗 它会在短期之中的升息 主要的原因是大家预计这一两年之中 疫情它就会开始获得了控制 景气就会开始回温 整个景气开始上来了 GDP就上来了 GDP上来了 那当然利率里面来讲的话 不可能长期处于零利率的部分 所以它是十年起 十年有没有大于一年到两年 当然是大于嘛 所以它才会产生这个问题 那第二个为什么十年起的公债自律率 它会往下掉 因为拜登要1.9兆的纾困计划 那他不硬公债要干嘛 也就是你在市场流通的供应 是变多了 就像你股票嘛 很多人卖是不是就跌 它的供应预期未来里面会更多 那当然就是跌了 这个部分里面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有跟GDP跟未来的一个看法 它升息绝对不可能在这一年之中 让你看得到 如果让你看得到 那在这种过程中 整个新台币呢 整个新台币在这个时间要转为贬值了 如果美元是要升息 那台币就应该贬值 那盘中为什么还是让你看到这个数字 所以美元的指数还是在打底 所以我在这个过程 我是希望大家了解到 今天的拉回 它本来在技术面之中 它就是非常的正常 我说当你的五日均线正关力太大 你就必须接受 忍受台北股市的一个震荡 那第二件事情 台北股市我们说 外资从来没有真心诚意爱过台北股市 它过完年之后 大买台北股市 它是被动性的 大买加上台子期的一个结算 所以它结算完之后 昨天的空单又增加 它是很正常 它就是要把它的获利都锁住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 在今天 很多人在之前都抱怨 只有台积电拉机盘 拉台积电的盘 它都没有感觉 可是你不觉得在最近里面 我觉得台北股市这样很好 今天指数是下跌的 上涨的加速我们比较多 上涨621加 下跌435加 OTC连续性的上涨 OTC是不是代表中小型的个股 不是说只会涨OTC的中小型 它只是说它代表资本额比较小的 挂牌以来资本额比较小 它就会挂在整个一个上跪的股票 它有没有上涨的加速是比较多 它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投资朋友你自己要在这个过程中 在台北股市大跌213点 你自己要吓死自己 吓死宝宝 那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在之前就跟大家讲 你在这边你要买股票 你就要是要接受它的震荡 你在这边买股票 你就是要接受它的轮动 它会非常的快速 那这个时间点 它有未接式的轮动 它去做一些的调整 它主要的原因是如此 这在昨天里面 我们节目里面有的事先跟大家讲 所以在这个时间我们就整天说指数在创高 我说它是震荡是难免的 轮动是快速的 那你来看在今天里面 我说台北股市真正的好处是什么 它呢 人气可用 资券同真人气可用 可是你知道那个融资的攀高 人气的可用 内资去PK外资 但它也代表什么 它就是会震荡 你认为用融资使用的 有一些业内跟主力之外 像一般投资朋友用融资使用 它基本上都是做短 所以它本来的波动 它就会比较大一点点 所以在今天里面 台北股市的拉回16211 它就是开始 因为修正五日均性的怪力 请问这个量有没有异常 它没有异常 今天大跌200多点 它也不是巨量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 我们过完年形成一个多方的 跳空的缺口 这个缺口是在15938到16197 今天还是守住 所以它只要收盘 守住这个缺口的最低点 这个最大量的缺口的最低点 它就没有转落 那这最低点就是用什么 15938来去做一些的定调 那我们说KT指标里面 你做短人就按照这个KT指标 向上就做多 向下你就做那个卖掉 就是这样子 那我说外资齐选线 它有没有同步的偏空 而新台币转变 这个是比较不好 那你就留意3月份的提债 集团跟法人坐账拼绩效 嘎空形态的个股 还有3月份会公布2020年的年报 所以我觉得在现在里面 就是那支可以PK外资 那有一些的个股在之前都没涨到 生计个股 瓶盖个股 那还有一些 其实获利不错的传产个股 疫苗要过 那个开始普及化之后 大家都预期 以未来里面来讲的话 景气开始回温的一些个股开始涨 但是它的轮动就是很快的 这是投资朋友要自己去做一些留意 尽量是低阶 那在这时间点里面 我们在这边里面跟大家讲 我说投资朋友 你在这个过程之中 你要看一档个股 你自己要去做一些了解 如果你都不懂快记面 没有关系 我在今天就告诉你 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式 第一个 我们说在昨天里面 我就跟大家讲说 我这个节目里面 是下午2点半的live的节目 我说我在昨天 我虽然不知道 还没有看到 外资的买卖的一个资料 但是以我的盘感 我看盘的感觉 我就知道 是外资在卖的 对不对 好 那现在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在这种过程 你就要知道 很多的个股下跌 它就是来自于外资的卖 那2492的一个华星科 我们在昨天就跟大家讲 它的下跌量 它是说的 那你要说 它的一个财报的 一个公布的问题 我给大家看一件事情 华星科是在昨天里面来讲的话 2月18是昨天 中午12点32分 就已经公布获利 它就已经公布获利了 那请问 在当时候 是不是所有的全资个股都是拉回 国序也是拉回 所以它的一个拉回 跟这个财报上面 不如预期 你的看法上面有没有关系 它没有关系 那如果真的是不好 那早就出量 大家都把股票倒掉了 那第二件事情 哪里来的不如预期 我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永远在分析EPS的时候 都告诉你2020年的获利 以及2021年今年的获利 华星科从头到尾都告诉你讲 去年大约在14块钱左右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都在这个节目讲 13.5到14.5 是不是就是在14块钱左右 那我们把它的一个财报上面 说你在昨天12点多 你看到这个财报 你进去看 它整个去年的第四季 税前的云余 比第三季 是减少24.9% 那如果你都不知道税多少什么 那你就这个时间点 你去跳进去 跳进去里面来讲 去观察什么 它去年的第四季 它的获利是多少 那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的税前云 叫去年的第三季 衰退24.9% 那你就把整个一个第三季 它的获利 你乘以0.75% 它是最简单的方式 因为24.9%算25% 就是0.75% 对不对 你去算 那你就知道 大概第四季的获利多少 那就是将近14块钱 13.5到14.5% 哪里不如预期 那如果有人讲不如预期 那就是代表它基本面 整个扎根的动作 不够扎实 不然的话 所有的一个法人的报告 都是预估在13.5% 到14.5% 不是吗 这个部分里面 大家自己稍微去做点 就是你不要去管 什么税的问题 不要去管什么的一个问题 这样的一个获利的方式 算的一个方式 它是最简单 也就是说 你大约里面 假设第三季第四季的税都是一样 那你以第四季 这边是不是有 第三季 减掉第二季 就是它的税后 你的税后再乘以0.75 因为它第四季 比第三季衰退24.9% 那就是3块多 那就是在大概13点多 将近14块钱 那没有不如预期 假设你都不知道这样子做 那这个财报是不是在昨天的12点半左右 它就公布了 公布了 那大家也都知道这样一个消息 那请问今天的大盘好不好 很烂吧 对不对 那最多曾经杀了200多点 请问它有让你看到盘下吗 它没有让你看到盘下 今天里面来讲最高还涨到268 比昨天涨了十几块钱 比昨天涨了十几块钱 这是投资朋友自己要去做一些 留意的一些的事情 否则你在这个时间点 你用遥控器 东转西转 每一天都想看名牌 东转西转 每一天都在看别人的一个分析 你没有办法有些的基本功在这里面 我相信观众朋友 你在这里面 你每一次买股票 你就是七上八下 你在这个过程中 在昨天买股票 我就跟大家讲了 你就是要怀抱着 这个台北股市一定震荡 五日军线的乖离很大 轮动的速度很快 你就要耐震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去买股票 所以在今天震荡的时候 你就不会吓死宝宝 股票乱砍一通 那你今天拉尾盘 国际股市里面又拉上来 你怎么办 那这样的话 你永远都是在追高与杀低 这不是一件好事情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里面 你要牛得金山寨 我们说任何的底部 就是在基本面创造出来的 对不对 股价的空间是筹码面 跟技术面创造出来的 所以你要牛得金山寨 在牛连得到一座金山 你一定是要在基本面 跟技术面上面 都要有一些的扎实 蜀方绝对不是说我是一个股神 我也不是说我都对 只是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都是用很中立的立场 来给大家去做一些的分析 所以你在这个时间内 我说你只要选择本命好的 在这种过程有一些的耐心 因为现在会震荡 有一些的耐心 你自然买到好股 你就是赢钱数不完 你在今年里面来讲 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机会 当我们进段广告之后 在针对整个台北股市的产业 跟我今天的操作上面 来告诉大家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实在这个过程之中 大家先了解到台北股市 在这个时间点 它到底是属于 什么样的一个格局 其实我们从整个跌破10年线 跟大家讲 10年难得一次的机会 做长线的一个投资 你看它开始翻转上月线之后 这一个波段 是不是正式跌破过月线 在连续性的上涨 在这边里面来讲 也正式性的跌破的月线 所以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这个是出生 这是主生 所以它本来就应该涨 大型的全职个股 但是后面的扩延波 因为它有正式性的跌破月线 它到第三个阶段 它有时候是中小型的 个股的一个表现 不输给全职个股 这是观众自己要去做留意的 它完全不同的位阶 有不同的考量 那现在里面一定来到了 这样的一个位阶上面而言 我觉得它是好事情 不然很多人都赔在生计个股 都好的瓶盖个股里面 获利好也都不动 这也不是一件好事情 太阳能股票跌很深 反弹一下也不是一件坏事情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过程之中 如果在这个时间点 它是属于良性的互动 那就没有什么一个坏处 只是你一定要留意 它速度很快 它速度很快 所以这个部分你自己留意 所以我们都说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都会针对一些基本面 来告诉大家 我们说这一档新的个股上面 它是属于电动车的概念个股 也是网通的概念个股 也是半导体的一个概念个股 我们说因为电动车 大家都会讲它有做电动车 或是打折水棍上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都是真的 那在这种过程中我们说 其实我们看到了 它每月份的营收创历史新高 它去年的获利会创历史新高 那今年的一个获利上面 也会再创历史新高 尤其是在今年的第一季 它比去年第四季 营收还有机会逆势成长 15%以上 那是不是就第一季淡季不淡 当然二月份的营收 你要找到能够逆势成长的 那就是它过年期间 没有休息的一些的产业 不管怎么样 二月份的工作天数就是少 你营收要持续的成长很难 但是如果一整季之中 比去年的第四季 还能够成长15%以上 它是非常强的一档个股 那我们预估 在整个一个今年的第一季 单季的获利 就可以赚到1块钱以上 那也是真实的 电动车的概念个股 这是它今天的一个走势 这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那我在今天里面来讲话 我有稍微调了 我有调掉一些的 所谓的一个天域 那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也不是说天域不好 第一个我们刚刚就跟大家讲 当你的低位阶的个股 开始去做补涨 那就代表一些高位阶的个股 它可能会被资金分散 它可能会被资金分散 那第二件事情来讲的话 就是它真的要被关紧闭 关紧并不是很好去做一些的操作 那第三件事情 我真的赚很多 一张你们看我们节目也知道 一张就可以赚到将近10万块钱 将近10万块钱 真的是赚很多 所以我去调一些 那我调 我不会说像假装 看我一卖就跌 不是真效 哪有那么厉害的一个部分 我在调的时候 4961的天域 它是冲上去的 它是冲上去的 我不是调在这里 我也不是调在这里 我认为这边的调 应该是当冲 它每天当冲的一个章数都很多 我是调在往上谈的时候 去做一些的调的一个动作 那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那天域从我们买完之后 我们在这个节目跟大家讲的时候 大家应该记得吧 那时候它还没有开始标 是在这一天 2月2号 那我跟大家讲 它元月份的营收会创新高 那单月的获利就是1块3 那它的CP值里面来讲的话 可能比整个一个联永 还更来得高 拥有元月份的营收 是2块6毛6 那你看联永 2块6毛6 是它的一倍而已 可是股价不止一倍吧 这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那我们从买完整个一个 所谓的一个天域 你可以发觉到 它一直是拉涨停板的 那不管你是买120几 130几 140几 你可以发觉到 到今天的最高价 已经224块 已经224块 是不是一张快要10万块 一张就快要10万块 那我没有卖到224 我是弹上来的时候 下来弹上来的时候去卖的 那我们这档个股上面 在跟大家讲的时候 是这一天 那随后是每一天涨停板 到今天的最高是224块钱 这是大家自己去做一些 留意的部分 我也说过我并不是说我卖掉 它就不能够涨 不是这样子 只是有些的个股 上面来讲我就赚够了 留一点给别人去赚 这是我的一个个性 那另外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看8069的一个元太 在今天的股价 在这样的格局中 它也创了一个新高 那我们说过元太在今年里面 权利金的收入是下降的 它的本业上面来讲是上升的 那2492的一个华星科 在今天的一个股价 有没有比昨天更高 所以我们在昨天里面 当大家在杀的时候 杀到最低点的时候 有稍微去做一些的承接 那今天它到最高是268 253 254 255到268 一天之中就差十几块钱 因为我们了解到 它公布的一个财报 并不是不如预期 被杀下来是外资的一个做法 它在之前输给所谓的一个国具 是因为国具它占T50 占指数是更高的 那你在那过程中 我们就跟大家讲说 你回过头来来看 华星科的CP值它是会更高的 这是大家自己去做一些留意的事情 那被动元件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被动元件现在安全水位上面来讲 就库存水位 从三个月到两个月 现在大概是40天 交期上面来讲都可能要到年后了 这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那我也跟大家讲 在最近里面一些通膨的概念 各股原物料 硕化 钢铁 还有疫苗的产生 未来景气会回温 这些的个股上面来讲的话 它都会有一定的一个涨幅 就是传产跟电子 它是会用轮动的方式 位阶它会不断的去做一些的 调整的一个动作 所以在这时间点里面来讲的话 我希望投资朋友 你要安下心来 你在这边做股票 一定要记住鼠方 在昨天 在今天说的 你就是要忍受震荡 震荡并不是一件坏事情 你看昨天华星哥震下来 你买你今天来讲的话 一张就赚一万多块 不是很好吗 震荡不一定是坏事情 可是对只会追高而杀低的 投资朋友就不是一件好事情 所以你不会懂得操作 不懂得悬股的投资朋友 跟上鼠方 赢钱数不完的一个专案 跟上我们在盘中 全新的操作 打电话进来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